大家好,我是Dan 在出演节目后 因为提到爸爸的暴力 策略是知己 而引起爸爸的职业 消费策略争议的米娜 9月3号在IG公开新男友后 与网友们发生争吵 删掉了所有贴文 我们先来看一下 米娜在9月3号上传的内容 我爸爸周围确实是 有像暴力分子一样的人 但他不是流氓 虽然没有钱 也总是很会穿衣服 因为剪辑问题只给大家看到 我对爸爸不好的回忆 骂爸爸埋怨爸爸的样子 所以很伤心 爸爸对我来说 一向是很感谢的存在 我不想详细的说出 我的家庭故事 这是没办法的 然后对于策略 米娜表示 如果事先拿到剧本 或者是知道提问的话 就会要求不要这个部分的 我没想到会被问到 有关策略的部分 我在现场有说过 我不能随便提起她 所以以为会都被剪掉的 对不起 米娜最后表示 这样也会被骂 那样也会被骂 还不如给大家看 我真正的样子后被骂 会稍委屈一点 以后我也是不会 出演电台节目 但是我也想回到 以前的米娜 堂堂真正勇敢的活下去 不理会别人怎么看 对 我从不久前开始交往了 我现在遇到了很好的人 我也很努力的在工作 现在开始我想要 堂堂真正幸福的做我自己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家境 因为我真的很贫穷的长大 所以有家境清寒的人 接近我的话 就无法拒绝 就算不会感到爱情 也会想要照顾她 但是马上就有网友留言 对男人有阴影的人 连个空白期都没有 又马上见男人了 对此米娜恢复 这是我的自由 另一位网友留言 不是说不出演节目吗 一下这样一下那样 但不管怎样 好像是不停的有男人 米娜恢复 对啊 然后关于节目 一下这样一下那样 这次是第一次啊 然后另一位网友留言 要求米娜对于 爆料启明私生活的部分道歉 米娜表示 因为启明我得了精神病 妈妈得了不安症 全家人每天都哭 我被打的部分 先想要接受道歉 在梦里收到了道歉 本来很心安 连那个人性格都不知道 还一直来这里提起她 然后到了9月4号上午 米娜突然删掉了 所有埃及天王后 重新上传了与爸爸的照片 以及出演节目当时的剧本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男的胆子好大 是不是又没得到男友的同意 自己在IG公开的 要不然是已经分手了吗 为什么突然都删掉了呢 既然要这样 干嘛一直说自己很害怕男人 不会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很丢脸吗 极端选择26次 说自己因为忧郁症 生不如死的一个人 每次对恋爱都这么开放 真令人惊讶 希望能关掉SNS 整理一下心态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实 大壮们已经觉得很累 就算上传这些立场文 对自己也不会有好处的 你们都知道敏娜这样 只是为了剥夺关心的话 不能不留恶评 只给她姻缘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在今年5月份 有给大家说过 土娃亲哥哥 父母岩末期的消息 今天0点17分 导演Kutsuno 离开了这个世界 享年39岁 健康是跟什么都不能比较的 大家一定要关心自己的身体 身体有什么异常 就马上要去看病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年轻什么的 知道了吗 三 cas po인的名望 赔了